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赵闯 我们来给珠城暴龙填色 在给珠城暴龙填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填一个相对灰暗的颜色 因为这种大型的石油空龙 它的颜色可能往往不会非常的鲜艳 但是有几点可以鲜艳一些 就比如它头部有一些角状结构 这些角状结构可能是一种比较醒目的装饰物 因此在这里可以突出这一点 好 我们现在就来给珠城暴龙填色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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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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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